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健康的早餐组合 一个蔬果汁,还有一个吞南鱼煎饼 那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做这个饮品呢,我们需要一些草莓 你可以选择冰冻的或者新鲜买的 我这些草莓呢是去年夏天在自家的餐园里收获的 我把它清洗以后放进冷冻柜里面冷冻起来 现在我们取一些草莓放在搅拌杯里 冰冻的香蕉,同样你也可以使用新鲜的香蕉 很多时候呢你买香蕉回来,来不及吃它就全部都熟掉了 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小段,放到冰柜冷冻起来 打奶戏或者果汁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它这个西芹,给这个果汁增添一些千维树 我们需要一个甜菜根 把顶部的不好看的这个皮呢切掉 大家要注意哦,您在处理这个甜菜根的时候哦 特别要小心不要把这个甜菜根的汁沾到您的衣服上 特别是白色的衣服上哦 因为这个颜色一旦染上您的衣服就很难洗掉 把甜菜根切成小块,一并放进搅拌杯里 最后我加入些许的蔓越莓果汁 这个是百分百的蔓越莓果汁 您可以加橙汁或者苹果汁 其他您喜爱的果汁 拧紧,放到搅拌器上面搅拌一分钟 蔬果汁都打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倒到杯子里来 看这个打好的蔬果汁呢 是看起来有一点浓稠 那是因为呢,我家的冰冻的香蕉还有西芹 大家说是不是特别漂亮 跟我的衣服有点搭哦 好,另外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喷拿鱼罐头做的一个早餐 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面在疫情期间呢 都吞了不少的罐头食物 我在Costco买的这种吞拿鱼罐头呢 而我试过还是挺好吃的 那我们今天用它来做一个早餐 需要用的是一个洋葱 两个鸡蛋 还有一罐鹰嘴豆 这是我去年的时候自己做的罐头 你也可以买超市买的罐装的鹰嘴豆哦 把吞拿鱼罐头里面的水呢 瀝干 瀝干水分 使用一个瓷羹辅助来把吞拿鱼罐头的盖子打开 因为这个盖子非常的锋利 小心刮到手 切半个洋葱把它切碎 把切好的洋葱也一起倒进碗里 加入4汤匙的鹰嘴豆 你也可以多加一点 也可以少加一点 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用瓷羹 用瓷羹 稍微把鹰嘴豆压碎 打入鸡蛋 两个 加一点盐和黑胡椒调味 最后加入适量的面包糠 把锅加热 放一点油 煎这个鱼饼的时候最好是使用一个不粘锅 咬入一匙羹的鱼肉 稍微压平 这样中小火煎每一面煎大概一分钟 只能变成金黄色 再给鱼饼翻个面 这一面已经煎到了金黄色 翻面的时候要尽量小心 要不然就像我一样 这鱼饼就散了 不过不要紧 散了的鱼饼也一样美味的 鱼饼煎好了出锅 在煎好的鱼饼里面 先加上一些我自己做的德国酸菜 那我们先来吃早餐 看这饮料多漂亮 鱼饼加德国酸菜 这个我们就把它放一旁 明天再用 有鱼的鲜味 有洋葱的甜和脆 还有一些鹰嘴豆的口感 非常的满足 试一下这个饮料 喝了一口米就会停不下来 酸 就是蔓越莓果汁的酸味 又有香蕉的香甜 还有一些草莓的味道 通常呢 甜菜根呢 你会吃的一个土的味道 在这个果汁里面呢 你完全吃不到泥土的味道 真好喝 大家一定要试试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